刚才有一个网友来咨询 他的这个留言是这样说的 他说一心姐 到底我现在该怎么办 他说到底该不来理呢 你看不理他们吧 他们会起诉我 理他们吧 还没有能力偿还 你们是不是也遇到同样的困惑 到底该怎么办 我曾经出过很多期视频 标题是爱咋地咋地 那视频给和谐掉了 就明摆着不能主张让大家彻底摆烂 不是我们想去摆烂 而是确实在客观的一个情况下 没有能力去处理了 很多的负债朋友 都是现有这样的一个境地 我只能跟大家讲 除了调整我自己的心态以外 没别的招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老师出口题 这个题我就是不会接受 就你先从心态上接受自己不会 那么现在面对你的负债问题 也是一样的 先从心态上接受 我自己确实没有能力处理 我悔恨呀 我自责呀 我愧疚啊 我是怎么搞的 我给你自己 欠了一批无债 搞得自己现在身败名裂 你去内疚和自责 对你处理你的负债问题 毫无意义 所以说呢 放下你的执念 不去想爱咋里咋地 就是这样呢 你是实际上是先放过自己 就是你要接受 你现在的确没有能力 还这样一个局面 从心态上接受了 然后从行动上 去积极地主动地去挣钱 你永远不要忘了 这样一个逻辑啊 我们只有挣到的钱 他有能力去处理 这些负债的问题啊 底层底线摆好了啊 借钱还钱天经地义 我不会逃避 我也不会赖 但是现在确实没有能力还你 我得先让自己活下来 你摆正好这样一个心态 才是积极地处理 你负债问题的一个必要 这个直路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事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